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听老贾讲财务 我们继续来进行注快财务成本管理 这么课程的习题强化版的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个专题 成本计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专题里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基本生产费用 它的规及和分配问题 通常考我们的时候就是要签置分配表 基本生产费用这里面包括哪些 包括材料费用 工资费用 还有就是外购的动力费 以及制造费用 当然在考试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就是三个项目 一个是材料费 加于工资费 还有就是制造费用 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需要分配的时候 它会给我们这个分配的标准 按照这个分配标准 在不同的成本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我们说分配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它是按照实际数据分配 有的时候呢 是按照计划数据分配 你比如说呢 它所给的这个材料费用 比如说是按照计划成本的核算 按照计划成本的核算的话呢 通常来讲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这个成本差异率 比如说成本差异率 假如说为2% 这就表示什么 叫超值差异 也就意味着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计划成本 要调整为实际的材料费用 这叫超值的差异 也就是乘上这个1加上2%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计划的材料费 调整为这个实际的材料费 那么当然 如果给出的呢 假如说是负的1.5% 这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节约的这个成本差异 那么节约的成本差异的话 同样道理 我们也得需要把这个计划的材料费用 要调整为实际的 那就是要乘上一个1减去 这个1.5% 这就是我们的调整方法 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面 也得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给出这标准产品 和非标准产品问题 那么对这种 非标准产品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调整为 标准产品进行分配 你比如说呢 这里面 假如说有这个A产品 有B产品 A产品呢 比如说高度于100件 B产品呢 假如说高度于200件 那现在高速于了 我们要分配材料费用 高速呢 这B产品是属于非标产品 那非标产品的话呢 比如说高速于了 这个一件B产品 相对标准产品呢 这是1.5件 那这样的话呢 就意味着 我们就需要把这200件 非标产品 要把它转换成标准产品 那多少件呢 我们这里面一件的 相当于1.5件嘛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200件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乘上这个1.5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标准产品 然后呢 比如说A产品这100件 这是标准产品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分配材料费用的时候怎么样 就应该在100件 和B产品调整完之后的 那调整完之后就变成300件了 那就用这个材料费用 在探索产品分配 一个是100件 这个A产品 还有呢 就是300件的 相当于B产品的标准产品嘛 这么来分配 我们有一年考试的时候呢 就考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这A和B都是标准产品的话 一个是100件 一个是200件 它会分配 结果呢 考到了 说这B产品是非标产品 对把它转换成标准产品 怎么转 告诉你呢 是1.5倍 结果我们有东西就不会转了 这题就全部丢分了 这比较可惜的事情是吧 在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见到一些新的提醒 你不要过于紧张 你想一想我们正常情况怎么做的 然后呢 再按它给出的条件怎么样 做个相关调整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比较新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稍微一变形 就不会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基础呢 还是不是很扎实 可能平时做题的时候呢 做得太死板了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辅助生产费用的规矩和分配问题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主观地里面 要考的时候呢 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要考我们 这个分配表应该如何进行添置 具体的分配方法呢 有直接分配法 有一次性的交付分配法 当然 在课观地里面 也可以招职考我们 比如说 这个分配率应该怎么去确定啊 这个直接分配法的时候 这个分配率怎么定 那你要注意啊 我们说采用直接分配法 那就意味着辅助生产车间 相互提供劳务的是三个分配的 我们直接对外分配 另外呢 我们说一次性的交付分配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有内部的 这个交付分配率怎么算 然后呢 我们有了这个交付分配率之后 我们如何 对辅助生产费用 要做调整 我们说加分配转入 减分配转出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确定出来 对外的一个分配率 这些地方都要搞清楚 那这时候呢 我们同样道理 你把这个对外的分配率 算出来之后 那么辅助上部门以外的 各个收集单位 如何来分配这些 辅助上费用 这就是具体应用问题 那么再有就是 这个直接分配法 和一次性的交付分配 在什么时候用呢 注意它的适用条件 我们说这两种方法 有什么优点呢 有什么缺点呢 我们注意它的文字性的简单说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完工产品 和再产品的一个成本分配 这里面的分配方法呢 我们说有六种方法 这六种方法呢 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其中一类呢 我们叫做比例分配法 简单就是 约等产量法 和定额比例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 在主管题里面 考的是最多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 必须要掌握的 每年必考 另外一呢 就是属于 扣除分配法 那么这里面呢 包括四个 哪四个 我们要清楚 那么对于这个扣除分配法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客管题里面 这些分别方法 在什么时候用 要把它搞清楚 我们说从主管题来讲的话 需要特别掌握 就是约当产量法 和定额比例法 这个约当产量法这块呢 你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要会计算这个完工程度 那这个完工程度呢 我们说这个包括材料费用 我们在分配的时候 那个完工程度怎么算 那个加工程度 比如说工资费用 制造费用 因为这是在加工过程中 是陆续均匀发生的 这个完工程度 又该怎么算 那么这个完工程度 算出来之后 紧接下来 就是这个约当产量计算问题 所谓约当产量 就是相当于完工产品数量 这是必须的费算 主课官邸都会考完 另外呢 就是这个约当产量法 在运用的时候 这里面包括 加工平均匀法 还有限制限制法 这个限制限制法 去年第一次考 结果就让我们很多考生 这个没当回事 结果很简的一个题 也丢分很惨 那个题如果答对了 估计今年就不用听课了 过完了是吧 我就不晓得 为什么我们很多考生 都不当回事 这个增加了这么多年 这个增加当年 没当回事考 没好好复习 后来都一直没法当回事 结果出来了 就分了 这个还是希望 我们各位考生啊 这个 对于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些考点呢 还是把它予以关注吧 听老假的话 是吧 接下来就是定额比例法 这个定额比例法的运用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所给的条件 这个月末栽产品是否经过盘点 如果说月末栽产品没有经过盘点 我们说月初的定额 加上本月偷展定额 它就等于完工产品定额 加上月末栽产品定额 那么如果说月末栽产品经过盘点了 我们说这个等式就未必成立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分配这个生产份的时候 说在完工产品和栽产品之间分 怎么分啊 那我们要用完工产品定额 加上月末栽产品定额去分配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连产品和副产品的一个成本分配 这里面呢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基本概念 什么是连产品 什么是副产品 那另外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联合成本和副产品成本 怎么去确定 我们说在分离点之前所发的成本 我们要先确定出来你的副产品成本 我们采用简化处理方法是吧 因为这个数额没那么大嘛 那我们用这个分离点之前的成本 把这个副产品成本减掉之后 得出结果来就是联合成本 联合成本讲的就是主产品成本嘛 那紧接下来就是这个联合成本 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联产品之间进行分配呢 这里面有三种方法 有分离点售价法呀 有可变静止法呀 有实物数量法呀 这三种方法 哪个方法都必须得掌握 你比如实物数量法 有一个人来考题 就在主关题里面来考我们了 那同样道理的话 我们说分离点售价法呀 可变静止法呀 主课关题都考过 所以说你不要自己筛选 哎呀我中间掌握哪个方法吧 不可以 同等都重要 我们说现在讲的题库考试 题库考试 我在讲课的时候 一再强调过 什么叫题库考试 题库考试就意味着 它所存的不是一套试卷 而是在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上会有若干个题出现 那这一个考点里面 比如说我们讲的 联产品和副产品成本分配问题 那每一种分配方法 我们都可以出题 并且我们在主观题里面 每一个考的这个点 都可以融进去 所以说这个考点里面 考的时候就会有若干个题 那么将来 它在组套卷的时候 说我们要把这个 联产品附产品的题拿过去 那就组到卷里面去 是这么来形成套卷的 因此呢 我们各位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围绕每一个考点 把它掌握扎实 那每个考点掌握扎实之后 不管这考点放到哪套试卷上 你都能够用于自主 这就是我们学的方法 结果现在我们还有些考证 哎呀咱们压压题吧 蹲蹲题吧 那我们说只能压到考点上去 那这考点 能不能够用到你这段上 那是在你的命 你没抽到 不代表其他人不抽到 所以说我们学的时候 是围绕考点去学 而不是要围绕一套卷 说考哪个题考哪个题 这就是题库考的特点 接下来就是产品成本计算的品种法 这个品种法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 在什么样的一个企业用 那么这种成本计算方法 有什么特点 你注意这种客观题 还有文字性的简单说明 再就是关于 它的成本计算的添置 这就在主观题里面考我们的 我们后边会有相关的题 我们这个成本计算方法呢 品种法分批法分布法 每年必考 究竟你能够蹲上哪个 还是那句话 在你的运气 你说我就会评成法 对不起你没抽着 对吧 你可能抽到了这个分批法 或者是平行计算分布法 恰好那是个短板 那没办法了 所以说我们想过关 就得把这些常规的考点 必须要弄明白 那下面我们看分批法 分批法 它适应的企业类型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适用分批法 这种成本计算方法有什么特点 注意客观题 以及主观题的文字说明 再就是分批法的成本计算单 我们说作为分批法和品种法来讲的话 它的成本计算单的设置 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一个是针对特定的品种 一个是针对特定的批号 说我AP产品就生产一产品 你看 它的成本计算单设置 还有什么特征呢 对吧 和品种法来讲 没什么实质区别 把这个应该注意一下 我们说品种法和分批法 这是我们产品成本计算方法里面 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你说品种法和分批法 关键期限在哪呢 那就看看分批法 如果是跨期有完工的 那就是我们在约莫的时候怎么样 要有完工产品和再产品成本分配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如果说你在约莫的时候 全都完工了 那就不用分配了 全都完工了 属于完工产品 如果都没完工也不用分配 都属于再产品 它的特征在这 但是品种法你注意 我们说 在每个月的约莫怎么样 都有完工产品和再产品成本分配 是吧 所以关键的区别在哪搞清楚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分布法 分布法呢 它适用于什么的企业 这个类型就清楚 这个分布法呢 我们说可以区分出来 有逐步接转分布法 有平行接转分布法 这个逐步接转分布法里面 又包括有综合接转和分向接转 这个综合接转呢 就是要到成本还原 分向接转 是不是要成本还原的 平行接转分布法 也不是要成本还原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逐步接转分布法 和平行接转分布法 各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有什么缺点呢 客观题要注意的 主观题的文字说明 也得小心 那接下来就是成本还原 什么叫成本还原 我们这个成本还原表 应该怎么去添置 考到综合接转的话 如果加一步 就会让你去进行成本还原 更显然计算日文量就会大了 难度就提高了 是吧 当然如果出题人简单一点的话 行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成本计算单 编出来吧 成本还原表不用编了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是吧 接下来就是成本计算单添置 主步接转分布法呀 平行接转分布法呀 那么在平行接转分布法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生产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成本计算单 第二步骤成本计算单 往后最后还有一个叫吧 就缠面成本汇总表 通常就会把这三个表要填出来 那么如果说采用的是逐步的综合截转的话 第一步骤成本计算单 第二步骤成本计算单 如果有还原的话 然后再就有一个成本还原计算表 就OK了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个标准成本的问题 这个标准成本具体包括哪些类型啊 什么是理想标准成本了 什么是正常标准成本了 这个标准成本应该如何去修订啊 在什么时候修订啊 这个线性标准成本和基本标准成本 什么时候修订啊 如果说你生产基本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了 那我们说基本标准成本就要修订 那么什么叫基本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呀 我们说产品的物理结构发生变化是吧 重要的原材料劳动力价格发生变化 生产技术工艺发生变化 这都属于生产基本条件变化 只要是这些变了 那就意味着基本的标准成本就需要修订是吧 那这些变的时候 我们说线性标准成本需要修订啊 也没问题也就需要修订 所以说线性标准成本修订的时候 口径或者范围 要比基本标准成本修订的口径范围要大 再有就是关于这个标准成本的制定 标准成本制定的这里面 包括有用料标准有价格标准 那注意我们这里面 不管是用料标准和价格标准 我们都是参考着正常标准成本 也就意味着允许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所以这里面呢 你就要注意主客观地里面 你比如标准公时怎么定的呀 比如标准的材料消耗量怎么定的呀 比如材料的标准价格怎么定的呀 比如说那个 人工的标准的小数公租率怎么定的呀 当然还包括你的变动制造费应啊 固定的造费应的标准分辨率怎么定啊 怎么算呢 这都必须得会的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产品成本计算 才是完全成本法 那完全成本法 我们说产品成本项目包括什么呀 包括这些材料 包括这些人工 包括变动制造费和固定制造费 是吧 所以说呢 它的标准成本就要包括这几个项目了 那如果说人家告诉你了 说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计算 是变动成本法 那么如果说变动成本法的话 那你说我们这个标准成本还包括什么呀 那就是只有这些材料 这些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了 对吧 那个固定制造费用就不用在这里管它了 因为在变动成本法下 那个固定制造费用怎么样 记住期间费用了 不属于产品成本构成 所以说在这里面怎么样 我们要能清楚这个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 注意它的一个区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成本差异分析 那在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一下呢 这个标准成本差异分析 要和我们全面预算这块 今年有个新增加内容 就是关于弹性预算差异分析 要去结合 其实和我们的标准成本差异分析 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个弹性预算差异分析这块呢 我们说有作业量差异 有这个收入与支出差异 这个作业量差异 其实说白了就是数量差异嘛 收入与支出差异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讲的那个价格差异 那这里面的讲那个支出差异 和我们这块的标准成本的 这种差异分析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呢 名称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呢 今天考试的时候 就可能把它结合在一起来考 要小心点 在这个标准成本差异分析这块呢 我们分出来 其中一块呢 叫变动成本差异分析 那变动成本差异这块呢 我们说包括制级材料啊 职业人工啊 还有这个变动资料费用对吧 每个里面都有两个差异 总的来说叫价差和量差嘛 但是名称不一样 制级材料这块呢 我们说 它叫制级材料价格差异 叫算差异 没问题 和你名称正好吻合 那么制约人工这块呢 我们说它的价格差异 叫工资率差异 它的数量差异呢 我们叫做效率差异 这个变动制造费用呢 变动制造费用呢 它的价格差异 我们叫耗费差异 它的数量差异呢 叫效率差异 这得分清楚了 我们有的同学都学到现在了 这些称谓 还在嘴里办算了 还道德木清了 更别说让他算了 这是必须会的 我们说对于这个变动成本的这些差异 你不仅仅会计算 并且呢 要清楚 它形成的原因 那这些原因呢 我们说的客观体里面考的是最常见的 必须会 然后接下来就是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 那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 具体计算的时候怎么样 那我们说 有两因素分析法 有三因素分析法 两因素分析里面 我们说有耗费差异 有能力差异 耗费差异 我们说什么差 是实际数和 预算数之差 预算数 就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乘上标分 对吧 实际和预算差 叫耗费差异 能力差异呢 能力差异呢 我们说是预算数和标准数 那标准数呢 是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乘标分 这就是误会看到吧 那么三因素的分析里面 其实就把这个能力差异 我们把它剔开 有限制能力差异 和效率差异 闲置能力差异 它是预算产量下的标准公式 与实际公式之差 然后乘上标分 这是限制能力差异 效率差异呢 效率差异呢 我们说是实际公式 与实际产量下的标准公式之差 乘标分 就这点事 我们有些考生 奏势搞不明白 这复杂那复杂 反正一考试就不会 还想过关 又不付出辛苦 好好浓浓力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本动因 和作业成本法特点 这里面提到成本动因 该你搞清楚了 是成本发生的一种驱动的因素 成本动因呢 我们说包括资源成本动因 还包括作业成本动因 这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区分出来 给你相关的这个成本动因之后 你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资源成本动因 还是作业成本动因 搞清楚 基本概念都明白 另外呢 在这个作业成本动因这块呢 它还有个详细的一个划分 你是业务动因呢 还是资源动因呢 还是强度动因呢 把这个要分清楚了 也就意味着 给你这个作业成本动因之后 你能够七分出来 这属于业务动因呢 还是属于资源动因呢 还是属于强度动因呢 注意客观题 另外呢 就是作业成本法特点 注意这个特点呢 它是和产量基础的 这个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相比较来说的 那这特点有哪些 这个呢 我们既要注意客观题 也要注意主观题的文字说明 你要能够写出来 当然写的时候怎么样 你不用展开 把那个基本要点写清楚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就是做一成本计算 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一个呢 就是按照作业成本动因 然后呢 去区分 你这属于单位级作业呀 属于P4级的呢 还是品种级的呢 还是生产维持级的 那么这个 你要注意识别 几乎年年都考我们 在客观题里面 给你相关作业之后 你能够区分出来 属于哪一类作业 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作业成本分配表的编制 有几项作业中心 然后把这个不同作业中心里面 所规矩的作业成本 分到不同成本的影响 怎么去分配 这个表也会编制 非常常见的考法 另外呢 就是这个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和传统的这个 成本计算去比较 我们说它的差别在哪 我们说差别就在于 你那些间接的制造费用 在分配的时候 传统的这种成本计算方法 分配采用单一的标准分配 是吧 而我们这里面怎么样 是采用多动因分配 这是它的根本区别所在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接下来呢 就是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它的优点 什么好处呢 另外它的不足地方在哪 那么再有就是 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在应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 它的适用条件 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 作业成本管理这块呢 你需要注意一下 给你相关作业之后 你要气氛出来 它是属于增值作业呢 还是属于非增值作业 那么这些呢 我们主客官机都可以考我们 那在主官机里面 优点啊 局限性啊 这就是它的文字性的简单说明嘛 要能够写出来的 接下来呢 就是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 那么这两种成本计算方法 在产品成本构成方面 有什么区别 我们说不管是变动成本法 还是完全成本法 一定要注意 它的产品成本 都是制造成本 或者都是生产成本 只不过呢 变动成本法的话 我们是用变动的生产成本 构成这个产品成本 有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 和变动制造费用 那么在完全成本法下呢 这个产品成本构成 那只有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 有变动制造费用 还有雇物制造费用 对吧 是全部的生产成本 一定要注意 这两种证明计算方法里面 非生产成本都不在这 结果我们有一个考证 就是糊涂着 是让变动的销售和管理费用 属不属于变动成本法 像产品成本构成啊 那能属于吗 销售和管理费用 属于非生产成本 首先就被排除掉了 能够进入产品成本的 一定是生产成本 对吧 这个还倒不清楚 说明我们基础阶段呢 没有学扎实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两种成本计算方法 它的利润的差异 利润差异 其实说白了就是 这个固定制造费用的 处理是不一样的吧 那我们说 作为两种成本计算来讲的话 它的利润差异的形成原因 那就是 在期初和期末存货里面 固定制造费用造成的 我们说这个期末的存货的 固定制造费用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 你在本期就吸收进去了 那本期期末存货 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 那么不就相当于 你在本期少扣除了 固定制造费用了吗 少扣除了 不就意味着利润增加了吗 那我们说在销售的时候 如果把期初存货在本期销售了 那期初存货里面 也有固定造费用 那期初存货在本期销售了 在本期释放了固定造费用 那就意味着 本期就会使销售成本增加了 销售成本增加不就利润减少了吗 所以说你完全成本法和 变动成本法下 两种成本计算法 利润差异 那就是期末和期初存货的固定造费用 差异造成 这就OK了 这个我们有同学呢 就这个式子 也理解不了 然后怎么呀 还弄反了 我们说你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 两种成本计算方法的利润差异 是期末存货的固定造费用 减去期初存货的固定造费用 别弄反了 你为什么反呢 你就是因为你没理解到位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期末存货是吸收固定造费用的 吸收进去了 就意味着本期你的销售成本扣少了 它会增加这个利润的 在完全版本上会增加利润 然后呢 你期初存货呢 在本期销售了 而期初存货里面又有工作费用啊 那就在本期释放出来了 就给本期销售成本增加 所以利润减少 那本期的这个销售成本增加 所以说利润减少 所以说是减期初存货费用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差异的原因嘛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们是去年新增加的 新变化的 还不是增加是变化的 结果我们有一考证 没当过一事 去年就考到了 主观题了 有套卷上在计算题里面考的 有套卷呢 是在综合题里面考的 结果全扔掉了 导致没有过关 你这个题 你怎么还不当回事呢 有时让我老假 也是没法去表达 你看看我们这个 去年的课件里面讲的 我们的西题班也强调过 基础班也强调过 对吧 就没当回事 还是不会做 然后还发过唠叨 说考的都不是重点 说重点没考 我也不晓得它重点在哪 你说这还不是重点吗 那这还是冷门吗 那你的热门在哪呢 总以自己的想法来去定义 那是不对的 所以说导致基础的不扎实 那就是没有过关 所以说考三次考四次 考了多次才管都没有过关 还不找找原因吗 他也新来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本专题里面 在主关题 他可能会考哪些地方 那我们这里面呢 也把它这个归纳一下 产品产品计算方法 品种法 以它为基础 你就会有若干额一个借口吧 你比如说 这个基本上费用 材料费呀 人工费呀 制造费用 可能需要我们分配 所以这里面就会是到 基本上费用的分配表的编制 当然 有的时候呢 再增加点难度 辅助上费用呢 再进分配 比如说执行分配法呀 交互分配法呀 像去年 不就把它又考到了吗 交互分配法 放起来了 那个2014年的时候 和这个成本计算结合 然后去年又结合一次 那个题其实是 14年那个题的一个简化 14年考那个题 要比它计算量大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考试 你放心 计算任务量绝对 远远的会低于 1000年度 但是考的点不会少 接下来就是作业成本法的分配 比如说我们这个 建计制造费用啊 给你一些这个作业中心 把这个作业成本分配法 考到 涉及到分配表编制 那么再来就是 关于这个 网络产品和再产品的成本分配 这里面会涉及到 什么月亮产量法呀 定页比例法呀 我们说网络产品和 月亮再产品的分配 这两种方法是必考的 是必考的 这个月亮产量法里面呢 我们说具体来分 你是采用家庭品法呢 还是先前出法呀 它可以随意考你 随意组合 然后比如说 这连产品和副产品成本分配问题呀 也可以加过来 所以说我们的这里面呢 就是说你的基础是品种法 后边加的各项都是接口 这些接口呢 就取决于出品的意图了 想考的点多一点 那就多加上一点 想考点如果少一点 那就少加几个项目呗 不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 说基本上费用不需要你分配了 我们直接给你了 比如告诉你了 本业的生产费用 告诉你了 那就不需要你分配 对吧 接下来就是平行基战分布法 那这里面同样道理 以它为基础 后边可以加各个项目 你比如说 基本上费用的分配呀 辅助上费用的分配呀 约当产量法呀 都可以加进去 逐步的综合格进展分布法一样 后边你看也可以加上若干个项目 另外这里面注意成本还原 如果说这个把它任务量稍微加大点 那我们说就会有成本还原问题 那么中间各个项目 你比如做一成本法 该不该放进来呀 那就取决于出品的意图嘛 想让你计算一下 就把它加进来呗 对吧 这都必须会的嘛 但是我们说基础就是你的 逐步的综合进展分布法 后面各个项目 它可以随移组合 接下来呢就是分批法 同样道理分批法后边加的各项 也是可以随移组合的 我们说约当产量法 你是采用一次的加钱面均呢 还是采现签出的 对吧 你不能不当回事吧 所以我们有些考证 刚想着加钱面均了 结果怎么样 先进先出就没当回事 就丢分了 另外我们说定额比例法 也是一样是吧 你得看好了 我们在网络产品和约莫再生品 之间进行分配的时候 你用网络产品定额 和约莫再生品定额去分配 是吧 定额材料比例呀 定额的公式比例呀 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标准成本差异 所谓到变种成本差异呀 所谓到固定额造费用的差异呀 这些计算 这是必须会的 我们说这都是非常常位的考点 具体到你那套卷上 能不能抽到这个东西 那不好说 肯定会涉及到 换句话说 我们题库里面 就会有这个考点的题 那跑不了的 那么在组卷的时候 你正好抽到这套卷 有没有它 还是那句话 看你的运气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哎呀 你看看今天没有考标准成本 差异计算 是你那条卷上没有 你看其他卷上有没有 是有的 是有的 这个要注意 接下来就是作业成本计算 作业成本计算呢 和这个产量基础的 这种传统的成本计算 可以放到一起来考我们 然后呢 对这个差异呢 我们要进行分析 是吧 怎么形成的 再来就是变断成本法 和完全成本法 这就不用说了吧 我们说变断成本法 和完全成本法 这个利润的差异 原因是什么 这各自的这种利润 怎么计算 就得清楚 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 这个去年考了 今年不代表就不考你 所以说各位考生 还得小心点 这本数据会订阅 是什么 ここ呢 这个利润的地方 会均等待 这些应该 的利润 是这种 面里的